鮮豔的色澤 精緻的圖騰 刺青醫師尤錦華 花了一年的時間 將華麗的鳳凰 以環繞手臂的彩繪刺青 針在好友的手臂上 這件大作驚豔國際 讓他奪得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 鐵達尼號國際紋身展 最佳手臂冠軍 就是覺得他很鮮豔 感覺就是很豔麗這樣 會比較表達我們這一篇的東西 整體的配置跟配置 還有那個他的上色的手 就是他的過程繁複 就是要一次一次慢慢的 慢慢疊慢慢疊這樣 71年次的尤錦華 原本是位貨運司機 閒暇之餘喜歡畫畫 13年前因緣際會下 踏入紋身行業 他說過去刺青帶給外界負面觀感 現在有越來越多民眾 能以藝術欣賞的角度去看待刺青 所以近年有越來越多人 因為要紀念某些人事物而來紋身 紀念對就是當下發生的事情 或達成目標 或者是情人 對這方面就是 從慢慢保守已經到現在 已經越來越開放了 對然後對他們 對紋身那個 有點像是變一種信仰 就你在無助的時候會藉由這種方式來 抒發自己心裡面的 某些的信仰這樣 在尤錦華的身上 共有七處刺青 其中手臂上 正看倒著看都是臉的圖騰 是一位美術科班朋友的作品 而脖子上紋了虎跟鼠 則是他兩名孩子的生肖 另一邊還紋了夾字 時時刻刻提醒自己 做任何事都要以家為重 他說刺青是一輩子的事 他在事前都會先跟顧客詳談 了解紋身的動機跟圖案 他還曾經勸退想紋在手臂上的客人 因為錢幣的刺青很明顯 以後恐怕會不好找工作 尤錦華說 紋上去就沒有後悔的機會 希望想刺青的朋友 在決定為身體留下永久圖騰前 一定要考慮清楚 評論新聞張如意魏德偉 採訪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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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